好,下面呢我们来介绍第六部分 更新数据 刚才写数据进去了 然后呢又能把基于条件的把数据读出来 下面呢我们可能要修改一下数据 就是基于条件查出来 然后我们要修改一下数据 好,下面来看一下如何更新数据 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名字呢是英文名 那这个时候我想把我改成中文名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db.seqie.update 好,更新了啊 首先呢先填的是什么呢 一个过滤条件 过滤条件是把我的名字找出来 好,这是一个过滤条件 然后你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重新设置 设置啥呢 设置啥呢 设置为什么呢 设置为 这个纯重的名 好,这个时候我们打印一下这个表里面的数据 OK,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名字已经被改过来了 好,这是基于条件查找 然后呢把这个条目给改了 OK,查找某一个条目 然后更新某一个条目 这是一个操作 好,但是如果说你想更新多条的话 因为这个是很精确的 只有一条 然后就把这一条给改了 如果说呢 你想改更多的条目 一次改很多个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下面这个应该怎么做 继续用db sec ie update 我把这个贴一下 我们搜的是location location 是北京 我们改换成中文的北京 把这个location 北京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操作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哦,这个肯定是中文的啊 这个肯定是中文的啊 再次看看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默认它其实只能帮你更新一个 比如说正常你update只是更新它找不到的第一个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一把把所有的都给你更新的一个 如果给它更新了怎么办呢 很简单 要改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写在这里应该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 多次多条目的更新 你看这个写了之后全部的北京都被更改了 所以不写这个参数就只更新找到的第一个 写了这个参数之后 所有匹配这个条件的全部都给我改了 OK,多条目更新 正常更新一个 update更新一个 加上这个才是更新多个 好,这就是更新数据 就找到某一个数据 然后给它更新 好,紧接在最后呢 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删除数据 好,咱们 好,咱们 点击